跟袁道来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自2022年7月开始 由凤凰丸主办 湖南大学月落书院 担任首席学术支持机构 登科基金会 担任首席更据支持机构的 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 正式启动了 作为本届国学大典系列活动之一 月落书院 在月落书院讲坛中 开设了第五届国学大典 人文讲会的系列讲座 这个讲座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第五届国学大典 人文讲会的系列讲座 一个是分成国学起书计划 就是老辈学者的 就是年龄大约多才六十 是往上走的 这一班人来做这个讲座 第二个呢 是国学新斗计划 国学新斗计划 基本上是五十岁以下的 四十岁左右的 年轻的 在国内展露头角的 青年才俊 预选的学者和其他的海外名家学者 来参加这两个研究计划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 国学新斗计划 新秀走的预选者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副教授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 发展更成副秘书长 曾浩老师来主讲 本期的人文讲会 首先 我仅代表讲坛的主办方 国南大学玉露书院 凤华网 以及承办方 协办方 和第五届国学大典 诸位朋友 对陈浩老师 立临讲学 表示 衷心的感谢 对各位朋友 在线上 线下听讲 表示热热的欢迎 下面我们 以热热的打声 欢迎 陈浩老师 上台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请让我 先向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陈浩老师 陈浩老师是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 与保护中心的 副教授 是博士生导师 副教授做博士生导师 这也是身份 特别不一般的地方 陈浩老师 他又是接任 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 传承发展 跟层的 副秘书长 我不知道在座的 对这个中华 对古文字 与中华文明的 传承发展 根层有没有所了解 这个根层是在国家 是八个国家 部委 共同发起组织的 一个重要的 学术根层 学术根层 是由教育五千头 以清华大学 为主体 一个有17家单位 全国有17家单位 这个参加 我们湖南大学 是这17家单位 里面的一份子 那么我们陈浩老师 是这个根层的 副秘书长 这个掌管17家单位 的这个 学士研究和 财务崩溃等方面的指导 跟着很繁盛的 那么他的这个 学学之物 是中国先秦史学会的 理事 他的研究方向 为出头文献 与先秦历史文化 出版专注有 有文言之 先秦书类文献的 原语流 有出头文献 与正国史心态 两本专注 同时 在历史研究 中国语文 在文物 文史哲 等核心开幕 发表论文有 五十余篇 并且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 重大项目 清华大学 传国走检的 价值发掘 与传承传播研究 大家也许知道啊 这个承担 国家级的 这个重大项目 一般是要教授 以上才能 去申请的 那么 陈昊老师也是 特别的 获利 就是副教授 承担了这个 国家的 重大项目 可见都不愿意 曾 同时 还贺得第二届 李学勤 求习规 出土文献 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青年奖 一等奖 第七届 全国史学新秀奖 一等奖 玉学 第五届 华人国学大典 国学新斗计划 新秀奖 成员 第十批 北京市 优秀 青年人才 可见是个 了不得的人物啊 当然 我跟他很熟 我 平时在这里 都主持啊 一般的这个 讲课的老师 都跟我研究 不下上下 有的比我大 很熟 有 我严谨很多的 这个青年才 跟他讲课 来做主持 因为我们 关系特别好 所以他这一次 能够来 我们乐乐学院讲说 我一可就答应 我来做主持 这个也是我们 一种朋友的情分啊 所以他学问 做得比我好 又是做这个 今天讲的这题目 是他西周的天命观念 是一个很 带有哲学性的 也是历史性的 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 下面就以热的掌声 欢迎 陈浩老师 开箱 感谢陈老师的台 很多都是谬赞 我愧不敢当 那这里呢 还是要再次感谢 我们又乐书院 还有国协大典的 作为会 结果这样一个 向大家交流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又乐书院 这个自古以来 就是互相学派的殿堂 当下呢 依然是 我们这个思想史 和哲学研究的 一个重贞 所以呢 这个 当有机会来这里 来讲一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考虑 是不是要讲一些 偏哲学 偏思想的一个话题 所以呢 我就结合自己 这两年的一些思考啊 然后呢 就是把这个题目 拿出来 跟大家做一个 分享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 宋明理学的一个 核心话题 就是天道 也是一个 这个道德哲学 但是它其中呢 有很多的内容啊 都是 可以溯源到 西州的一些 这样一个理念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个天命观念 大概就是这个 天道 它的一个 主要来源的 之一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 周人在完成 从这个英州顶格之后 为了论证自己 这样一个统治的合法性 在他 赚作的很多文献里面 都声称自己 受过这个 大命 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这个 天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像上书里面 就讲到 天乃大命文王 包括像这个 《诗经》的大命这一篇 也说 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 这是这个 传摄文献当中 那么在这个 出土的 《清风新兵》文 当中也不发其力 像这个非常有名的 大鱼饼 他有一句话叫 《披显文王 受天有大命》 也是讲的这个 受命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周代以后啊 出于这个 意识形态方面的需要 这个天命思想 其实有了 进一步的强化 而且逐渐就成为 整个这个 地质中国 它的一个统治的思维 和治理逻辑的一个基石 所以呢 从古至今 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 这个天命的观念 包括相关的研究 也非常的多 那么最近几年呢 可以举出来 像这个 《诗经》的 曹芬英老师 对这个 先行的 这个国家权力的 讨论的时候 就也谈到了 这个天命 对其中的一个影响 那另外像 这个罗星辉老师 是专门关注这些问题 最近也是出了一本书 来讨论 整个先行时期 这个天命的 这样一个 关键的变迁 它是不止于上周 包括这春秋战国时候的 一些这个变化 也有这个详细的考察 当然这个天命 关键它的这个影响 到这个汉代 也依然是这个 有非常大的市场 像这个 我们去画的胡锡敦老师 他就讲过 就是这个汉人在论证 这个秦汉之变的时候 也是有关于 这个逐鹿 或者是天命的 这样一个论证 其实包括 汉以后的这个王朝 无法宣称自己是 由于受命 而获得了这个 政权的 合法性的 所以这个话题 其实对于我们理解 整个这个中国的 政治哲学的基础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也正是由于 这个所谓的 寿命天命 就赋予了很多 这种正统论的遗憾 所以呢 这个寿命它不仅是 研究吸收历史的 一个核心问题 自古以来也被视作 一个这个 经学论等的公案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一个 比较交叉的一个话题 研究历史的 研究这个哲学的 都非常的关注 那么这个 虽然经过了 几千年的讨论 但是呢 这个它其中还是有 很多问题 是含乎不明的 那么这几年呢 由于我们这个 清华典当中的 成务这一篇的公布 是一个新发现 我们可以说 这个周人寿命的 相关问题 它有了这种 获得真正的解决的 这样一个契机 就是以前这个 大家讨论 说明虽然比较多 但是由于并没有 关于这个天命 也就是这个大命的 一些明确的 它具体内容的记载 所以关于它的这个本体 也就是它的这个 具体指的是什么 其实很少有学者来论记 那么这个 清华典带有我们的新认识 就是它告诉我们了 究竟什么是天命 特别是这个 后辅和成人这两篇 它就有一些 关于这个 在我们看来 是关于这个天命的 明确的表达 那我们这里呢 也是以这两篇 简文为基点 来对这个天命观念 其中的天命观念 进行一个这种 这个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所谓的寿命的 主客体 和它的过程 在这个寿命研究的 这个学术史上 曾经有很多问题 是长期没有 辩明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既然要讨论 这个天命 为了避免 这些问题的这个纠缠 所以呢 要先 这个梳理一下 我们对于这个 寿命的一些 基本的认识 首先就是这个 寿天命的主体 就是这个大命的来源 究竟是谁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这个历来呢 就有皇天上帝 还有这个商王 两种观点 说这个周人的天命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那第一种看法 就来自于皇天上帝呢 主要是 这个诗经 文王的这个 毛传 毛传呢 就讲到说 受命 受天命而望天下 智力周邦 这个讲得非常的明确 那么讲这个 周人的这个天命 是来自于 这个商王的呢 最早是出自 这个东汉的大 经学家郑玄 他在给这个上书的 吴义天作诸的时候 他就讲这个受命 是受英王 四位之命 这是这个 商王朝 传给周人的 这是关于这个 主体的一个争论 那么关于这个受命的 课题 也就是由谁来 接受这个大命 其实也有不同的 看法 当然最主流的认为呢 这个受命 当然就是文王 因为大多数的文献里面 都是讲到文王受命的 像这个上书的吴义里面 讲到文王受命为终身 诗经也说是文王受命 由此武功 这个经文器里面 这个和尊讲这个 四文王受自大命 都是讲这个文王受命 但其实有的材料 它是反映了文武受命 就是这个文王武王 一起受了这个大命 像这个上书的落告里面 就讲到 为文武 为周公担保文武受命 诗经的江汉说 文武受命 少公为难 这个西游中期的 这个施行伟 他讲到 批贤文武 应受天命 另外就是我们清华典当中 新发现的 债公之故命 这篇原来 这个伊州书里就有过 我们这里的文本呢 更为清楚 他说 我意上下辟于文武之寿命 就这些材料都认为 这文王和武王 都是受了天命的 还有呢 就是关于这个寿命的过程 就是如何完成寿命呢 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个就是这个伊州书的成物里面 讲到的 所谓的太寺之梦 就是说通过这个 文王的夫人 武王的母亲 太寺做了一个梦 周人完成了寿命 第二种呢 就是这个史记里所说的 愚锐之城 当然这个史记对于愚锐之城的 记载有非常多 周本记里也有 另外就是这个刘静书分封列照里面 也引用到这个问题 就讲到这个 集文王为西国 断于锐之宋 使寿命 这个于锐之间 它是这个 现在在山西的两个小国 它是这个接壤的 然后呢 这个有一定的矛盾 那么后来呢 它是到了这个文王那里 来进行 请求文王进行调停 然后发现呢 这个在周人的治理之下 那些国民都非常的谦让 然后呢 这个这两个国家 就非常的这个 惭愧 然后就完成了和解 这就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 就是最近这两年来 伊朗和沙特 在我们这个大国的调停之下 完成了世纪大和解 那么这个 愚锐之城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文王的调停之下 鱼国和锐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和解的达成 那么按照实际的说法 正是由于文王有这样的巨大的影响力 它就由此完成了这个寿命的过程 而另外还有第三个手法 就是这个 主要是建议战国时代 所谓的这个赤乌丹书 他在《吕士春秋》里面就讲 说 即文王之时 天先见火赤乌 咸丹书 急于周神 它是一种这个天然感应的表现 所以这个 领悟 是带着这个上天的旨意 来到了这个周人这里 这显然 是这个 晚近的 比较晚的一些 富贵 那么此前呢 由于这个 第一种说法 由于益州书的成果篇 它往意的比较早 所以呢 这个大家对于 其中的内容啊 没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所以这个如何受命的问题啊 争论非常的多 占主流呢 反而是这个 余瑞至成啊 这种说法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史记 在这个中国的 传统学术当中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一般都遵从史记啊 斯马谦的这个 余瑞至成 文王受命 这种说法 就是以上关于这个 周人受天命的 他的这个主体 课题 还有过程的 相关的这些 纷争啊 其实 由于我们这个 清华典当中 战国写本的 成务的重新发现 其实都可以得到 很好的解决 就是成务这一篇 它就是记载了 周文王 他称王呢 元年 他的夫人 太四 做了一个 这个寓意 这个周将带伤的 一个梦 文王呢 因此啊 就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 祭祀的仪式 完成了 寿命 那么如果对比这个简文 还有前面这个实际啊 这个余瑞至成和余瑞至成 这种赤乌丹书的 记载的话 这个中人是由于太四之梦而受命的 这个看法呢 显然也要比其他的两种说法 这个更为可靠 因为全部里面所讲到的这个 这个 太四梦道 他的儿子武王 这个 建月 做了一些这个 作为这个天下之主 才能做的事情 然后呢 文王非常的精通 然后呢 向上天 祈求 执意 然后呢 通过 这一系列的祭祀 来完成寿命 其实是可以在其他的文献当中 找到一些线索的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博弈书席 非常的有名 是我在山沫周初的 他就批评这个 周人啊 周文王周五王他们 说他们 阳梦已睡重 杀伐已要力 那以前呢 大家都不知道 什么叫杨梦已睡重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清华剑的成务之后啊 就知道啊 这个博弈书席 他批评的 就是这个周文王 他借用太四的这个梦 来进行这个政治宣传 用这个梦来说服民众 这样的一些行为 另外呢 就是这个 根据简文的记载 这个文王 他这个要确定 上天的这个天命 是否已经从商人 那儿改到周人呢 他所使用的方法 是战于明堂 那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上书的大告里面 有一句话叫 文王为补用 克随受自命 就说这个文王呢 是通过这个占卜 来确定自己受命的 那这两条文献的记载呢 也是可以这个 契合的 我们知道这个清华剑的成务 公布之后啊 学者关于他的作成时代 其实是有争议的 有一部分学者 认为他可能是 穿秋以后的一些泥作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成人 这两条 他跟这个传世文献的 这样一个 严格对应的话 我们还是更倾向于 把成务看成是 对于这个周人 受命现场的一个真实的记载 另外就是这个成务简文当中啊 他这个 王籍太子发 并败疾梦 受伤命于皇上帝 这样一条简文 其实就直接解决了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这个受命的 主课题的问题 从这个受伤命于皇上帝来看 这个大命是来自于皇上帝的 这是确凿无疑 只不过呢 他此前是属于商 现在呢 通过这个太子之梦 就改归于周 其实呢 这个先前的文献当中 对于这个问题 也是有明确的证据的 像这个上书的 文侯之命里面就讲到 维持上帝 即绝命于文王 说将下大命呢 就是这个维持上帝 维持上帝 其实就是维持上帝 诗经的这个大文里面讲 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 都说这个文王之命 是来自于天的 大约顶的这个 批前文王受天有大命 也是讲这个 是从天那里获得的大命 所以说这个周人的这个 大命啊 其实就是指这个天命 是从天那里获得的 是皇天上帝所赋予的 而所谓的这个文王受伤 王之命这个四位西伯 还有这个专征法 啊 这可能也是确有其事 但是他并不是啊 这个所谓的大命和天命 像这个四位西伯和专征法 啊 他对于这个周人 带上历史进程的影响 跟这个受天之命 也是不可同仁而语的概念 那至于这个接受天命的课题啊 成物里面是明确说是 王及太子发并败及梦子 而且呢 在这个 其实我们如果看 简文所记载的 太子所做的这个梦里面 周五王才是扫除商庭的 这样一个主角 啊 那么从这点来看 以前学者说这个 啊 西周的时候 文王是受命者啊 那么五王是这个 接续了文王啊 啊 创设邦家 没有说直接受命 大概是不能够 成立的 而且如果我们这个 就相信这个成物这篇 它的材料来源 就是这个商周之计 文王受命的 这样一个实录 啊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文武一起受命 这种说法 啊 在商周之计 就已经出现了 来源 非常的早 啊 那么实际上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 就受天之命的 这个周王呢 他甚至不止于文王和武王 这两个人 啊 就是我们在上书里面 就可以找到一些 成王受命的记载 比如说在这个 少告里面就讲到 皇天上帝改决原子 自大国因之命 为王受命 这里呢 受这个皇天上帝的 这个大令的王啊 应该就是指这个 当时的王啊 就是这个成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少道做成的时候 文王和武王都已经 去世了 那么即便我们这个 如果要强行解释说 这里指的就是先王文 但是呢 这句话的下文又有 金王四受绝命 那这个金王 显然就不会是先王 另外这个四呢 应该就是这个 继承了文王武王 那这个受绝命呢 显然就是这个 周成王 不会有其他的可能 而且呢 其实在这文武之后啊 四受绝命的周王 也不只有啊 周成王一个人 像这个周立王 他所做的这个 五四谷中里面就讲到 就是于小子 赵四先王 用身故先王 受皇天大骨命 按照这个周立王的说法 他本人啊 以及他所继位的这个 先王 也就是以王 都是受了皇天大命 那这个西州晚期的这个 毛宫顶啊 是这个对宣王受的 那么这个宣王在这个 名文里面就讲到 他说这个 批显文武 皇天饮宴绝德 配我有周 迎受大命 大家意思就是说这个 黄天啊 是由于这个文王武王的德行 把这个大命 就是天命 匹配给了整个这个 周王室 这个应受大命呢 不只是文王武王两个人 那么这个毛宫顶后面又讲到啊 意为先政 相亦绝辟 批孔先王是命 并且呢 要求这个毛宫 协助自己 申故大命 就是在这个宣王看来 这个 他的这个先王 也就是丽王 刚才这个 湖中的这个作弃者 还有他自己 都是匹配天命 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个 清华显的 债公之故命里面 还有一句话叫 批为后继之寿命 视为永后 那我们知道这个 后继是周人的先祖 他宣称这个后继寿命 就如同说 周的这个历代的先公先王 都是 成寺后继而 受命 所谓这个 受命的这个课题啊 不光是文王 或者说是武王 而是整个啊 周人的这样一个群体 所以呢 这个历代的 后代的这个周王呢 对于这个文武所说的打命啊 他是有 继承权的 当然我们还得解释一下 就为什么这个周代的文献里面 凡是讲到寿命都言一称文武 这大概也是由于啊 文武是最早寿命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后人 尊隆 这个 奠定工业的这些先祖啊 也是一种很普遍的 现象 好 那么在这个 大致了解了啊 就是寿命的主课题的过程之后啊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里要跟这个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就是这个 周人的这个 大命 就是这个天命 他的内参 不止于 课上 那么这个过去的 讨论 周人的这个天命观念的 研究啊 之所以把这个寿命者 都局限于这个文王 就除了这个文献里面啊 这个记载比较模糊 没有一些具体的描述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对大命的一些具体内容 理解是有偏差的 在先前的认识当中 一般是把这个寿命啊 理解为 受天灭 受天灭伤杀咒之大命 就是上天赋予周人的 这样一个 命令啊 就是把这个商朝灭掉 把这个 把商咒 杀掉 这种说法呢 来源其实比较早啊 就在莫子的飞宫里面 就讲到 说这个赤鸟贤归 将周之骑射 曰天命周文王 罚银有国 那么这个 周人啊 他这种这个 简灭商朝的 这样一个行为啊 是上天所赋予的指令 这个确实是 周人建构的话语题当中的一部分 像这个上书一周书当中都有这种 类似的记载 这个商事 康告 多事 还有债公之物命啊 都有这种说法 其中讲这个 罚商是天命啊 他的这个意思 最显货的是商事这一篇 啊 这个篇里面 这个武王啊 就讲到这个 上帝啊 先让文王啊 一商之多罪咒 后来呢 又命令这个 武王自己说 必罚之 并且呢 他声称自己啊 不敢违背大命 那么由此看来呢 就是在周人建构的理论体系当中 罚商这件事情 确实是受这个上 皇天上帝的命令啊 来来来行使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 这个天命的内涵 就仅限于此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 他更像是一种 这个赵令 而不是这个天命 而且呢 就是这个 罚商克林 你知道在武王的时候 就已经成绝功了啊 因为张赵就已经被杀掉了 那成王以后的王 当然就没有办法 再进行受命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罚商理解成大命的全部 就会 跟很多关于受命的这种记载 产生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 首先就是这个文献记载 就是夏商二代 还有这个传说时代的帝王 也都曾受天命 像这个尚伯简 也是这个战国时候的 这样一批 主简 这个尤天子高 里面就讲到这个顺 顺其可谓受命之名义 就是这个顺呢 他能够作为这个天下公主 除了由于谣的善让之外 他也受了这个天命的 还有我们这个青花姐的后福 里面讲到这个 在下之折王 乃言吟为皇天上帝之命 就是这个下代的先王 也曾保有皇天上帝之命 还有我们这个青花姐的宝骏里面 讲到一个故事 他说这个至于成汤 只服不屑 用寿大命 我们知道成汤是这个商代的立国之君 在周文王看来 他也是由于这个天的天命 才这个相国成为天下公主的 那么关于这个成汤 曾经受过天命 周公他在这个 他做的这个上书的多方 这一天里面 也讲到 天为实求民主 乃大将险修命于成汤 而今至于而弊 福克以而多方 向天命 也就是说明了 这个商代之王 确实是在上帝那里 获得过天命的 另外就是这个周康王 他的这个大距离里面 也说我闻因罪命 那么这个殷商能够罪命 他的前提当然是 曾经受过命 那么既然这种历朝历代的 帝王 包括文武以后的周王 都曾经受过天的大命 那么这个天的 这个大命的内容 又怎么会只是客音 这么一个简 也不是说简单 比较单一的内容 这其实是有矛盾的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需要考虑 就是这个周人 他每每就声称 自己所受的这个天命 大命 是从商代里承袭而来的 那么在这个周人看来 就是这个 在这个天命的观念里面 这个天命并不是固定的 而是会因为这个德行的 高低有无 而进行转移 说这个商人之所以施天命 就是由于他胡作非为 文武之所以代替他们受命 就是由于这个 上天看到了他们这个 德行 高尚 这在这个 诗书一类的文献 以及这个 青族系名文当中 有非常多的 记载 特别是这个 在西手早期的 这个天王鬼里面 他讲到这个五王课上之后 说批克 得阴王寺 我们知道 这古代只有天子 才可以祭天 那么得阴王寺的言下之意 就是取代了 商王这个保有天命 能够祭祀 这个 上天 这个周公坐在军事里面 也讲到说 因祭罪绝命 我有周 祭收 那这个天命 如果说是这个 内容就是这个 罚伤代音的话 那么这个商人 他也受过天命 他怎么会是这个 受命来攻伐自己呢 所以这也是 抢不通的 由此可见呢 就是这个 克商代音 他绝对不是 周人所受大命的 全部内容 而且呢 周人对这个 因商采取的 这种这个暴力革命 在文献当中 一般也会跟这个 天命区分开来 被称为 天威天罚 就是在周人 建立的这一整套的 天命观念当中 这个商朝是由于失德 而被降丧 就是降下来 这个灾祸 九告里面就讲到 说这个 但为民怨 树群自久 新闻在上 故天降丧与因 说这个 英明啊 包括这个英王 由于这个 天天酗酒 被这个上天 这个了解到了 就上天就 这个降下了 灾祸 君士 也说这个 输掉天降丧与因 那么这个降丧 就是上天降下灾祸的 具体表现呢 就是这个 治下 天威 动用天罚 像这个多方里面 就讲到 唯尔多方 探天之威 我则治天之罚 多事里面 讲到周公 也说这个 辅掉明天 大降丧与因 我有周又命 将天明罚 治王法 就是这个 上天向商朝降下了 这个丧 还有这个天威 天罚 他虽然是这个 上天的命名 但是他是指示 周人代为执行的 就是周公所说的 将天明为治王法 那至于这个 治天之罚的形式 军事里面也说 后继武王 但将天威 贤流绝敌 贤流绝敌 就是把我们的 这些敌人全部给 这个 诛杀掉 解灭掉 那么再明确了 这个 克商代音 是周人在替上帝 执行这个天罚之后 就可以知道 他只是实现 天命的一个方式手段 而不是大命的一个 本身 充其量也只能是 很小的一部分 之前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商事里面 武王说自己 要在这个 甲子这一天 克制天之大罚 并且他说 这个 余意无感 伪天命 这个义字的使用 就说明了 这个武王 是把这个天罚 还有这个大命 看作是两种概念 那么康告里面说 这个天乃大命 文王 一荣因 但受绝命 绝邦绝民 维持续 就应该理解成 上天命令 文王通过 一荣因 就是这个 把因人给 减灭掉 来实现 但受绝命 这个 维持续的 这样一个大命 另外就是这个 说这个 西州早期的 这个同期 何尊 何尊 非常的有名 成为天下第一尊 就是因为里面 有这个 宅自中国的 这样一个 记录 但是就是 在这个 何尊里面 他就是把这个 文王受命 和武王克商 这两件事情 分成 就是区别来 对待的 最值得注意的 就是这个 武王 他完成 克商之后 告于上天的 说这个 于其 宅自中国 自知 一鸣一鸣 在我们看来 这才是 大命的 真正内容 前面的 这个 即克大一商 只是实现 这个 大命内容的 一个手段 那么既然 这个 大命 他不只是 克商 在 那么他的 本质 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 这青蛙 年的成物 重新发现之后 就已经有 学者 意识到了 就是这个 周人所受 大命的 一个 大致的 遗憾 像这个 上海交 大学的 陈颖飞老师 他就指出来 文王受命 是以这个 一荣因 也就是这个 法因为手段 他的结果 包括 绝邦 绝明 两方面 所谓 周受命 是受天之命 即商从受的 治理万民之命 就是这个 陈颖飞老师 就认为 这个 所谓的天命 就是 待天 治理万民 这个 曹福林先生 也说 周人历来 验称文王受命 亦记 文王 承受天所赐予的 统治天下的 大命 这都是很正确的意见 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 大命不是 不只是客商 而是 要统治天下 统治万民 另外就是 这个康道里面 讲到这个文王 但受绝命 越绝邦绝命 维持续 就是这个 建邦致命 是宜伦 优续 应该就是周人 所但受的 这个 天命 但是 有一件 十分 这个 有个十分 费解的现象 就是像这个 受命这种 周人天天 挂在嘴边的命题 在这个文献当中 就是传授文献当中 好像 丝毫见不到 对于他具体内涵的 一个 阐述 当然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早已经 认识到 像这个 清人的 清代的 这个 黄中松 他就解释说 所谓天命者 天起 尊尊 然命之哉 以行与事 事之而已 于锐之成 诸侯文而归者 似是于国 人心之所向 即天命之所归也 就是在这个 黄中松看来 这个上天将命 不会直言相告 而是让你自己去 体会 是用这个行和事 作为示范 所以呢 就没有一个具体的 用话语的 一个表述 这么说法 当然有他在 这个理性成分带 因为毕竟 我们知道 这个所谓的 这个上天 肯定是不存在的 他这个 能不能说话 也是一个未知 但是呢 就是 我们觉得 这种说法 还是低估了 就是周人 所构建的这种 天命理论 天命观念的 一个完整性 就实际上 对于大命的 一个具体内涵 它的一个描述 是建在这个纹线的 只是长期 大家都没有发现 在我们这个 清华年第五季 争议报告 公布的后府 这一篇里面 这篇呢 根据我们的研究 应该是 这个周武王 他在这个 开国的时候 像这个 夏朝的这些 遗老遗少 其中有一个人 叫后府 向他这个 咨询 知证经验 这一篇 在我们看来 通篇都是 关于天命的 一个论述 特别是 后府这一篇的 这个第一段 在这一段里面 这五王 他就先 追溯了 这个夏朝 先王的一些事迹 像这个 与舵山 俊川 收束了 天所将之名 建立下邦 那么起呢 是在上帝 降下的兴世 搞瑶的辅佐下 保有下意 之后的这个 这个夏代的 所谓的浙王 也都能够 严守天命 因而能够 这个 永保下邦 那么从这个 简文的 乃将之名 建下邦 还有知天之威 严吟 为皇天上帝之命 这些话来看 这个武王 他向后府 所请教的 就是这个 夏代的 所谓的 这个明哲先王 他们保有 天命的 这个方法 还有那些 这个 昏庸的 四王 丧失天命的 原因所在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作为这个 夏朝后裔的 后府 他是如何回答的 他说 后府 拜守 其守 曰 哲鲁天子 古天将夏明 赦万邦 坐之君 坐之师 为曰 其助上帝 乱 夏明之特 王乃 劫师其命 服用先者王 孔家之典型 颠覆觉德 臣免于非以 天乃 辐射 乃 罪绝命 王绝邦 为时夏明 共地之子 贤天之臣明 乃 福胜觉德 用去再服 就是关于这个武王 他的这个天命之问 这个后府 就直接挫出了这个天命的具体的定义 也就是什么是天命 在后府的描述当中 就是这句标红的 古天将夏明 赦万邦 坐之君 坐之师 不曰其助上帝 乱夏明 是特这句话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句话的一个语统结构 就会发现 后面一系列 包括这个将夏明 赦万邦 坐之君 坐之师 他这些行为呢 都是天的行为 这个违约后面 所引领的 也是天所说的话 就是说这个天是做主语的 换言之 就是说这个 其助上帝乱夏明之特 就是帮助上帝来治理 这个天下的民众的 这些这个乱象 他就是皇天上帝 对这个智力夏明万邦的军师的大名 从这个后府的这个天将夏明 社万邦就可以知道 就在周人的这个天命观念当中 人民是上帝所降下的 邦国也是上帝所创设的 就比如说这个夏朝 按照这一篇的说法 就是天乃将之名 见夏邦 简文还说 为时夏明 贡地之子 贤天之臣民 就是说这个 所谓的夏明啊 他的所有权还是属于上天的 是天的臣民 那么为了管理这些夏土的 这个子民和疆土 上帝呢就会坐之君坐之师 也就是后府在夏文强调的 这个天见私民 这些私民呢 如果要治理上帝的子民 需要受这个上帝的命令 才有资格来协助上帝乱夏明之特 而助上帝乱夏明 正是包括周人所在的 历代的这个私民 也就是这个后王军功 从上天那里获得的 那个大命 那我们之所以是把这个 后府的这句话 视作这个周人所受的 大命的具体的内容 除了这个按照后府的说法 他是直接从这个 皇天上帝口中 所这个说书的之外 因为他的内容 跟其他的这个周代文献 当中所描述的大命啊 其实也是可以对得上的 我们知道这个上书的落告里面 周公就讲过 他说这个但保文武寿命 乱为四府 那现在看来这个 他所受的这个寿命啊 就是后府的天降夏明 乱为四府啊 就是坐之君 坐之师 我们知道在这个 《新华典的成人》这一篇里面 也有类似的话 在那里面这个 就是有四府的 说这个四府呢 还是师的一种 另外就是在上部紫台里 讲到这个皇天 既赴中国名啊 越决江土与先王 也认为这个先王统治的人民 跟江土啊 是皇天啊 所赋予的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出土文献的一些材料啊 像这个大于鼎里面就讲 先王 寿民寿江土 这个所寿之名和江土 来源显然就是这个天 另外就是清华典的 风取之命啊 讲到的是这个 这个许国的风建啊 里面就说这个天地啊 让文王英寿大命啊 云影四方啊 这个云影四方 就是对大命的一个补充解释 就是这个治理四方天下 另外就是西若经文里面 经常把这个福有四方 何寿万邦这类的话 跟英寿大命换来一起讲啊 就足以这个得见啊 这个治理属于上帝的 江土人民确实是 天的大命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这个 我们所说的大命的本质 也就是后府的这句话 赵宁江先生 已经指出来 它是类似于 常语性质的东西 这个宁正江先生呢 也说它是这个 公共知识 那我们说在这个周代 有什么观念是值得 作为公共知识 来广为传颂的呢 显然就是这个周人所建构的 天命观念 这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种 理论啊 那么我们这个讨论这个 这个天之大命啊 肯定是啊 作为这个 可以作为周人的这种公共 基础知识啊 被广为传颂的啊 啊 那么这个 这句话 他作为对大命内涵的 一个直接的表达 其实也得到了 其他文献的一些 广泛的争议啊 就比如我们《清华剑》当中 除了后府之外啊 这成人这一篇啊 这是我们这个 第九季公布的 也出现了这个相关的文句 如果我们只看这个 这个违约之后的这句话的话 他跟这个后府 基本上是一致的 只有这个下民之特 改成了这个意义差不多的 四方之有罪无罪 就这种这个 由上天来亲口表达的 这个大命 在当时的认识当中 已经非常的固定了 大家都非常了解啊 也不能够轻易的 一些这个改变 那么跟这个后府相比呢 成人的这个天令说 他最大的差异 就是把君和师 分别细化为后王军功 以这个四府 和其他的这个职官 我们知道这个成人篇的 做成时代 其中间呢 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整体来看呢 不会早到西中 应该是这个 正教战国的东西 这种变化呢 可能是由于这个后人啊 他对于这种 这个公共知识 还是有一个 不断复役的过程 而造成的 除了这个新华典 这一类的新出土的文献之外 关于大命的公共知识 其实也可以从这个 传世文献中 找到一些踪迹 并不是完全没有 只是以前大家 忽视了 没有辨识出来 这当中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 孟子的梁慧王夏 他就引过了 所谓的这个书 书类文献 有句话叫 这个天将夏明 坐之军坐之师 违约 其入上帝 宠之四方 有罪无罪 你看这句话 跟这个后辅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们就知道 这个孟子 他引用的 这个所谓的书 就是我们 这个清华典里的 这个后辅 当然现在 我们又有了 这个成人篇 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这个 潜在的来源 但是呢 考虑到这个孟子 他在引这段话的时候 他是在称赞 五王之勇 我们说这个孟 我们认为 这个后辅这一篇 就是跟五王相关的 所以我们认为 孟子引呢 应该还是后辅 而不是成人 那么这个孟子引 这句话呢 这个只是为了表彰 说这个王者好勇 可以安天下 主要是指着这个五王 丝毫没有体现 他跟这个天之大命的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说这个两天多年来 大家都在读孟子 但是大家都没有发现 这句话其实就是 对周人所验称的 天命的一个 直接的表述 跟他这个情况类似呢 还有这个左传 《一末子》里面的 相关文句 这些文献呢 都讲到了天生名树之君 这个福建邦涉都 这一类的话 特别是这个莫子的 这个上童下讲到 故古者建国涉都 乃立后王君 奉以清是师长 此非欲用说也 其唯辩而始 驻至天明也 像宁臣先生就注意到了 这些文献是对这个后辅 这一句话的 这样一个转述 但是呢 那个林郎老师的文章 主要是讨论的 这个民本思想 也没有把它跟这个 天命联系起来 现在看来啊 就是这些文本啊 包括这个孟子 还有莫子 这个相关的记录 都可以看作是 像后辅成人这些 篇文当中 关于大命的描述的 一些衍生文本 像这个 左传文宫十三年的 这个天生命而树之君 就是这个成人的 天底将夏明 坐之后王君功的 一个缩略版 相公十四年的 始思目之 勿使失信 所谓的失信 就是这个 夏明之特 四方之有罪无罪 而莫子所说的 这个 其实也跟成人的 坐之后王君功 正之以四伏 是讲的同一回事 那么这个左传 还有莫子 对于这个后辅成人 这些文具的 反复化用 就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川丘 战国时的人啊 他还是非常了解 就是这个西周 这个天命体系的 一个他的 本质内涵的 另外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说 这个上面这些文献 他当然可以反映 当时有一种 这个民主共治的 一个思想 但是呢 他的理论基础啊 其实是后辅 所说的这句话 他说为时 夏明 共地之子 贤天之 臣民 你说这个夏明 和疆土啊 本来就是天地啊 这皇天上帝 所降下的 所以无论是 后王君功 还是司政典玉 说这些统治者啊 还有这些官僚体系啊 都不过是这个 受皇天的命令 而代为 治理 那么他这个 这些人 当然尤其是这个 所谓的这个天子 就是这个王 周王 他能够这个 带天之名的一个 理论基础 就是这个 上书的少告里面 讲到的 皇天上帝 改决原子的这个说法 你说这些 人王啊 商王 周王 按照这种理论体系 他们都是皇天上帝的 儿子 因为这个 为此夏明 共地之子 所有的普通民主 也都是这个 上天的 天地的儿子 但是呢 有所不同的就是 这些这个王 他是原子 原子是什么 就是这个大儿子 所以呢 他是以这个 长兄如父的这种 这个君长身份 来替他们的这个 天父 这个上帝 来治理这些 鱼子 数子的 这其实是 他的这样一个理论根基 好 那么我们这里呢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也是此前的研究当中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这个 其实在这个 周人的天命理论当中 这个诸侯俯臣 他是可以跟王 也就是这个天子 共同 受天命的 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 可以成立 也就是说这个 后俯成人 这些文献里面 这个称道的 天将下名的一句话 他就是周人 所受大命的本指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 这句话的话 就是有一条 关于寿命的线索 是此前的研究当中 大家都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从这个 后俯和成人来看 这个受天之命 助上帝乱下名的 不只有这个君 也就是说这个 后王军功 这些统治者 还有师 也就是这个 成人人说的 这个四辅 还有四证 典玉 我们说这个 师和军 是一起受命的 你说这些四辅 四证典玉 也是跟这个 王一起受了 这个上天的大命 来治理民众 这种说法 在这个后俯的 简完当中 就可以找到证据 像这个周武王 就讲到这个夏启 他这个 既下 既了这个 大禹之位之后 说地义浮宏 启之精德少 命搞谣 下为之轻事 因为这个搞谣 他作为这个 启的辅佐 来治理夏民 他是受了 地命的 我们看这里的 这个 诸语就是地 谓语就是命 这件事情是受了 地 就是这个 皇天上帝的 命令的 这就证明 受命的 不只有这个 王 还有他的 俯尘 另外就是这个 上书当中 也是这个周公 所做的有一篇叫 立正 立正呢 就讲到这个 势力百官 任用贤能 说他就是为了 向我受明 以义我受明 这些这个 百官的职责 就是来帮助王 来受命 治明 还有就是这个 千八点的 这个周公之秦武 里面有一句诗 叫 智将其事 悲奸在滋 这个诗经的这个周颂 不知道是可以 可以跟这个周公之秦武 当中的这个诗 所对应的 其中有一句叫 智将绝世 日间在辞 沈培先生呢 就指出来 这个 这 这句话的这个主语呢 都是天 你说是上天 降下清世 来 尖陵 下土 说这个 跟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后辅里面所说的一样 说这些清世 都是受了天命 来辅佐 君王 受命的 那么这个 后辅的天见斯明 还有这个 成人说 要这个 把天体降之明 正立斯福 都说明了 这个王的清世 臣辽 也是受天命 治了一个人民的 那当然呢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呢 就是这个 斯福 还有这个 斯正典玉 他受的 是不是一般的命令 而不是这种 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 这个细读文献的话 还是可以排除 这种可能 像这个 上书的 语行里面 有非常 著名的一段话 说这个 皇帝 清问 夏明 观寡 有词于苗 得 微为位 得用为名 乃命三后 去功于名 薄仪降典 折民为行 雨平水土 主名山川 寂降波种 农值加股 三后成功 为阴于名 就是这个 薄仪 雨和后继 这三后 他们这个 受命去功于名 就是为这个 人民群众 做点事情 大概呢 这个时代 按照这个 旅行的体系 应该是在 这个尧顺的时候 这个 所谓的 这个五帝时代 这时候 他们三个人 都还没有做 这个后王军功 而是以这个 臣子的身份 来辅佐金王 那这里面 这个 给他们下命令的 这个皇帝啊 显然不是我们 后来所说的 这个 这个天子 而是这个 皇天上帝 是这个至高 至上神 他是这个 命令 这个三后的 一个诸语 所以呢 这个蓄功于名 他一定是这个 上天 给这个时候 还在做 尧顺俯臣的 这个 这三后 所降下的 一个大命 另外呢 就是国语 周语夏里面 关于这个 命性受试的 一个相关的描述 也体现了 这个诸侯 他是被 皇天所命的 这种 这个 观念 说这个 就在这段话里面 这个无论 是这个一王的 这个坐以天下 还是说 这个四国的 命以侯国 都是由这个 皇天加之 而 应受天命的 那这是这个 传世文现在 这些记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出土的 清敦气 明文当中 其实 也有 类似的 一些 观念 像这个 非常有名的 这个 隋公须 我们知道 他的这个发现 当时 这个引起了 学说性的空洞 因为里面 这个有一些 相关文句啊 是鉴于 这个 上书 与共的 书序的 那就证明啊 这个 与共这一篇 以及 大与 治水的 这个相关的 说法 至少在 西路中期 就已经 非常的 稳定了 但是其实呢 在我们看来 这个 隋公须的 名文里面 对于这个 天命啊 也有 非常直白的 表达 那么 他的这个 名文说 这个 天命与 富土 舵山 俊川 乃 筹方 赦 将民 兼得 乃 自作 佩享 民 成父母 生 我 王 作臣 按照我们的理解呢 这段 名文当中的 命与 富土 舵山 俊川 仇方 赦 将民 兼得 这一系列 行为动作 都是以 天 来作为 主语的 我们可以看 这段话 他只有一个 主语 天 后面的 奶什么 奶什么 都是由这 同一个 主语来 引领的 这里面的 这个 成父母 生我 王 做臣 指的呢 就是 这个 周人的 先祖 后继 他曾经 做过 这个 大禹的 臣子 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按照这个 明文的描述 也是 受了 天命的 所以结合 这个旅行 跟这个 随风区的 记载 就在周人的 认识当中 后继 作为 羽的 臣子 确实是 受了 这个 皇天 上帝的 命令 那么 即便 我们说 这个 上古 渺茫 特别是 这个 传说 时代 五帝 时期的 这些 这个 历史记载 大家说 不能尽兴 但其实 在周人 自作的 一些文献 里面 也可以 找出 这种 这个 俯臣 和这个 君王 共授大命 的一些 证据 就比如说 在这个 上书的 军事当中 这个周公 又引用了 五王的话 来戒毙 他的同僚 少公 他说 这个 辱名去 偶王哉 但成 自大命 为文王 得批成 无疆之叙 这里的 这个 但字 应该 图成 这个 但经 节 这个 但 这个 成法的成 就应该 通 这个 成绩的成 这个 但成 自大命 他的 这个 主语 是这个 辱 也就是 这个 少公 这个少公 虽然 他是 这个 成辽 但是在 这个周公 看来 也是 成 自 大命 也是受了 这个 皇天上帝 的 这个 大命 以前 大家在 给上述 做著的时候 都认为了 这个 少公 他所受的是 这个 周王的 命令 现在看来的话 这种解释就有所勉强 因为以前大家不知道 这个 陈辽也是可以受天命 所以就强行解释成这个 周王之命 其实现在看来 他的 诸语 这里 这个 少公 受的 还是天命 那我们讲到 这个 少公 士 曾经受过天命 也可以从 这个 清华典 第十集 争论报告 收入的 四报 这一篇 来得到 证实 这里面 这个 第四篇 说 这个 少公 士 的 后裔 少国 虎 他曾经 有一段 告神 之词 里面 就讲到 先公 做宗 大士 之庭 并且说 为上帝 命其 福于利 为上帝 命其 福于弱 这里的先公 当然就是 这个 少国 他的这个 祖先 少公士 那么这个 在少国 虎看来 这个 他的先祖 少公士 就是 受过天命 这明显 讲到 上帝 命其 福于利 上帝 命其 福于弱 那么这个 除了 少公士 之外 像在 这个 上书的 顾命 康王之 告里面 都提到了 一个 跟这个 少公士 统朝 为臣的 毕宫高 我们知道 毕宫高 这个人 在这个 周初的 群臣当中 地位 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 上书 有西伯 看了一篇 我们根据 这个 清华典的 齐也就知道 这个 当时在这个 征伐 齐国 也就是 离国的这样一个 重要的战役当中 毕宫高 就是作为这个 主将的 他是这个 文王武王手下 非常重要的 一名武将 那么这个 毕宫高的后人 有一个叫 毕伯克的 他做的一件 这个顶的 名文当中 就称 自己的这个 先祖 毕宫高 为 黄祖 在这里 黄祖 受命 毕宫 说明啊 这个 毕宫高 他辅佐 周五王 来这个 克商开国 也是 受了天命 我根本 不能被称为 这个 黄祖 受命 毕宫 除了这个 周初的 这些 军神之外 这个 西东中期 也有 这样的 类似的说法 一般认为 是这个 贡王时期 记得这个 乖国顶 他就是这个 给我们所说的 这个 臣子受天命 提供了一条 关键的证据 他的名文说 这个 王若曰 乖国 朕 批显文武 应受大命 乃祖 克弼 先王 义自 他邦 有 共 与 大命 就在这段 名文当中 这个 这个 贡王 他就强调了 这个文武 应受大命的同时 还称赞了 这个 弃祖 乖国的先祖 能够 克弼 先王 就是辅佐 这个 文武 先王 具体的 这个 功绩呢 是 一字 他邦 有 贡 于 大命 什么叫 一字 于他邦 就是 这个 乖国 他的这个先祖 就是辅佐这个文王武王 赫商的那位先祖 他不是周人群体的 他是一个异性 异自他邦 就是从其他的这些这个 邦国当中 来这个给周人助阵的 我知道在这个上书的墓室里面 这个武王 这个武王 就讲到了这个 这个友邦 总军 来帮他来这个 减伤 这个乖国的祖先 应该就是这个周人的友邦 总军之一 而从这个义资他王有贡 大命这句话来看 就是他虽然是这个义族 但是呢 他跟这个周人的先王 荣王武王 也是共同受了这个天之大命的 类似的表述呢 还建于这个国语的如与上 说天子四上帝 诸侯会之受命 这个诸侯会之受命 以前呢 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个诸侯 也是受了天命的 所以呢 过去的这个解释都说是 诸祭受正命也 就是说这个帮助啊 天子来这个祭祀 来这个体现这个天子 作为这个受命之君的这种地位 就是说来捧场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现在就会知道 这个会就是共同的 意思 就是这个诸侯啊 包括这个外国的这个祖先啊 这些人都是有共与大明 就是跟这个国 跟这个王是一起受天之命的 另外就是在这个东中时期的 经文当中 这些这个诸侯陈公 也每每声称自己曾经受过天命 过去呢 大家都认为啊 这是到东周了 礼工乐坏了 所以这些人是在建阅啊 这个是 呃 越级使用了属于天子的这样一个 权威 但是现在看来啊 也不尽然 有些呢 有些呢 确实就是这个体现了啊 供受天命的这种这个理念 啊 比如这个春秋晚期的这个进宫盆 啊 啊 这个是这个进国国君的做的气 啊 他讲到这个 呃 我皇祖唐公应受大命 左右武王 啊 较威百蛮 啊 光辟四方 那我们知道这个 呃 所谓的唐公啊 当然就是这个唐书渝了 啊 他是这个 成王的利品啊 是这个 周人的敬请 他这个 讲到他受命 啊 不太会是 坚决 而应该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 确实这个 这个受不大命 啊 另外同 同样属于这个春秋晚期的这个 这个蔡侯生的 尊这个盘 这一套戏里面 啊 就讲到啊 这个 蔡侯生 前贡大命 啊 那么这个 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啊 无论是这个进宫盘 还是蔡侯生的那些期里面 他在讲到自己这个受大命的时候啊 还会讲到啊 左右文武啊 赵左天子啊 如果他们是有意要见月理智啊 这个突破他的这个等级 想用天子威仪的话 为什么还要强调自己左右武王啊 赵左天子呢 那其实是 呃 矛盾的 由此可见呢 就是这个诸侯 他所说的这个受命啊 其实也是 直接理解成 跟这个周王 共同受大命 会比较好 啊 那么这个公侯俯臣啊 他这个受了天命啊 帮助这个王一起来治国养民 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我们在文献当中还可以找到很多 例子啊 就比如这个大概是春秋战国之际的这个司马毛国里面就讲到啊 说这个古镇皇祖道宫 严公天命啊 哀命观寡 用客赵锦 先王名次啊 这个弃主司马毛啊 他在追溯先祖道宫啊 之所以能够这个赵锦 先王名次 他的原因就是这个严公天命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 这几年啊 在湖北隋州出土的这个加米编中 这个学姐讨论非常的热烈 其中有一句话叫 博阔寿命 率语之序 由此难移 这个博阔呢 就是这个 曾国 也就是这个隋国 现在隋州之里的 这样一个封国 他的 始祖 那么一般的理解呢 就认为啊 这句话讲的是 曾国的这个始祖 博阔 受了周王的命令 来这个治理 南土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同样是出自于 曾国的目的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这个 曾公囚的编中里面 就讲了这个 博阔 是由于这个 昭示上帝 才这个 受命的 另外也是这个 曾国自己做的东西 就是这个 曾侯语编中里面 讲到 博阔 上庸 什么叫 博阔 上庸呢 就是被上帝 所征用 启用 所认命 那么这三件事 既讲到 博阔受命 又讲到 博阔昭示上帝 还说他这个 上庸 结合起来来看 这个 博阔呢 他应该是从这个 上帝那里 获得的 大命 而 不是这个 把他封到 这个 现在 湖贵 非洲 这里的 周王 另外还有一条例子 就是在这个 《吕氏春秋》里面 讲到的 这个 三家三进 之后这个 魏国 开始成为 这个诸侯 还是怎么说的呢 说天子 上文侯 以上文 这项材料 也告诉我们 就是这个 诸侯 成为诸侯 列土封侯的前提 必须是得到 上帝的同意 虽然我们说 这个 历史的事实 实际情况 其实是由于 这个 韩兆卫 他们这个 实力比较强 这个 在军事上 可以这个 称王称霸 所以这个 成为诸侯 但是呢 在意识形态里面 他还是 需要获得 上文 就是由于这个 上帝的认可 才能成为诸侯 那这里还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 魏文侯 他是做了 诸侯之后 才得以这个 上文的 他这个 此前 做这个 晋国的 清事的时候 并没有 文达 与天 这就说明 虽然这个 我们说 这个诸侯 辅尘 可以跟君王 一起受命 但是这也是有 这个 等级要求的 就是说这个 受天之命的 辅尘的范围 还是有限的 这个 大概呢 就是这个 外伏的 诸侯 和这个 内伏的 这种 清事三宫 这一级 才有资格 跟天子 一起受天之命 那放到今天 大概就是这个 需要是 副国级以上的 干部 才能够 这个 有这样的 待遇 与此同时呢 就是这 吕征春秋 这项材料 还告诉我们了 就是这个 诸侯辅尘 他要想 受天之命啊 必须以天子 来作为媒介 就是所谓的 这个 天子赏 诸侯以上文 想要受天命 必须是天子的赏赐 那我们知道 这个经文里面 常见这种 测命仪式 其实呢 就是天子 把这个 赴臣 介绍给 这个天地 我们说 这个 商周时期的 这个祭祀啊 就是人跟神 之间的一个 对话 那么这个 测命呢 就是把 这个 要启用的 这个臣子 来 介绍给 啊 贡献给 这个 他真正的 这个 这套 话语体系当中的 上级 就是这个 皇天上帝 我们这个 清华姐呢 风雨之命里面 讲到这个 周承王 他说这个 策封 吕丁 是策修 哲人 就是这种 通过策命 把吕丁啊 这位这个 奉为诸侯的人 尽献给了 天地 而我们 我们强调的 就是这种 这个 这个 诸侯俯臣 受天命 要与天子 为媒介 其实 在当时 这种 天命理论 所涉及的 这套体系当中 也有 严密的 规定 像这个 国语的 禁语法里面 就说到 天子 似上帝 公侯 似百辟 就是按照 我们这个 上周时期的理智 只有天子 只有王 才可以 祭祀上帝 那么在这种 制度限制之下 这种这个 公侯 俯臣 想要寿命于天 必须要通过 这个天子 作为一个 中介 就是 比如说 所说的 这个 天子 赏 这个 赏 诸侯 以上文 必须要通过天子 这样的规定 它是由它的原因所在的 可以很好的保障 这个天子 对于这些 公侯俯臣的 任命权 同时呢 也是通过 这种 这个 神秘性 来维护了 王权的 至高无上 只有我可以跟上帝 沟通 那你们想要受天之命 当然肯定必须 通过天子 那么这个 所以通过 这些这个文献的 那个记载 我们就知道 这个公侯俯臣啊 他佐助天子 这些人民 确实受了天子 大名的 啊 我们说这个 四府啊 四政 他相助这个后王 致命理政 啊 还有这个 诸侯军功啊 他自领一方 山川子民 其实啊 他这个 实施统治的 这种正当性 啊 按照天命的理论 是由上天 所赋予的 这种观念 在过去的文献当中 虽然啊 有所体现 但是都表达的 没有啊 这么的清楚明确 啊 特别是啊 在这个 看到 像这个呃 成人后府里面 啊 关于这个 公侯俯臣 供受天命的记载 之前 啊 其实这个 历代的学者 大家都没有 正确的认识到 这一点 啊 其实我们这个在了解到 这个呃 规律之后 还可以呃 附带解释一下 啊 就是在这个 国语里面 我说越国的这个君臣 啊 他称吴王夫差为下指使 啊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吴越争霸的时候 最开始这个 呃 吴王夫差是把这个 这个越国 这个围在这个会计山上 这个越国马上就要被灭了 但是呢 这个越国派出的使臣 啊 他向这个 吴王夫差求和的时候 呃 称对方为下指使 啊 这个其实是很难理解的 因为这个下的话 是不是就表示他这个 呃 身份约位不高呢 啊 其实这个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疑问 啊 另外就是在这个实际 楚世家里面 啊 这个 呃 秦昭王 啊 他给这个楚白王写信 啊 他说这个 也称对方为这个下指使 我们知道写信的时候 一般都用这个尊称 啊 那么这个 来治理人民的这个指使人啊 就是所谓的下指使啊 你知道这个 这个吴王啊 还有这个楚王啊 都是一些这个这个诸侯啊 呃 所以他们是可以被称为 呃 呃受了命 受了天命的呃 受了天命的呃上天降下的呃 知识人呃 所以这里面并没有呃贬低的意思 而是啊 啊 这种这个这个呃 呃对于当时的这种诸侯也受了天命的理念的一种呃 呃 呃 体现 好 那我们这个呃 呃 相关的这个讨论啊 呃 可能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 嗯 还请呃 各位老师的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